這支影片是我們為了做 壓乾松露奶油而拍的 煎非力牛排 一刀未剪板 有些人看了我們煎牛排那個影片 都以為說牛排不是我們自己煎的 只是沒有肉臉而已 Hello 好 這次就是從頭到尾來煎牛排 一樣是把鍋子熱到差不多280度左右 應該是250度啦 但是這次有點比較real一點 Presentation side朝下 這是杯力喔 好 馬上開始計時 這次有先拿出來退溫 因為剛開始拍攝的時候就把它拿出來 所以裡面的中心溫度是23度 我們現在開始看需要煎多久 一樣是每差不多15秒 我們就給它翻一下 這兩塊杯力呢 一塊是差不多160公克 另外一塊是190公克 這一塊差不多4.5公分 這一塊4公分 所以這一塊應該會需要久一點時間 來翻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溫度 你看我們放下牛排之後呢 很快它溫度就降到到250度左右 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有到280 290度 好繼續 看煎了你看 一分鐘 一分鐘的時候 其實脆殼已經開始十分的漂亮了 通常我都會在差不多2-3分鐘左右 就把火關到比較中小火 尤其像這種比較厚的牛排 如果是比較薄的牛排 像1公分2公分左右 那就全程大火 然後可能就是每面煎 可能會超過一分鐘 總共就可以 好 你看喔 現在只有差不多1分鐘 脆殼其實就差不多了 所以這時候 火已經關到差不多中小火 因為速解鍋的耐熱性很強 所以其實 你不需要一直把它開著大火 那其實這樣 鍋子的溫度還是有保濕 在差不多250度左右 這是最好的 煎了回來最好的溫度 好 再到這2分鐘左右 我們來看看中心溫度到了多少 中心溫度其實只有上升到差不多26度左右 好 25 24 這四個十分的正常 因為肉的 導熱的速度十分的慢 所以剛開始溫度都不會上升的這麼高 但是你不要以為說 喔 那是不是以為每兩分鐘就只會上升的一兩度 不是 它到最後上升溫度會十分的快 所以說我們要十分的小心 好來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火的大小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中心的火 外火幾乎是沒有的 中心的火只有一點點 這樣子的火就足夠了 尤其是像LC這種很厚的速解鍋 像這種火就足夠了 尤其像是厚的鑄鐵鍋 保熱效果十分的好 如果說你是用鋁鍋或者是不鏽鋼鍋 火就一定會需要更大一點 火這麼小 只有在你用鑄鐵鍋 生鐵鍋再煎 才有辦法達到這樣的小 可以按著它 不、他會用鑄鐵鍋 像白皮 就不要說 像白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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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叫做 都叫做 鑄鐵鍋 ! 尤其有限 要差不多4分钟到27度 但是我们看说比较表面的地方是几度 比较表面的地方有到40度 所以你看比较表面到差不多0.5公分 差不多离表面0.5公分有到37度 但是中心目前只有到27度 所以说它之间的温差是十分的大的 这是为什么煎的时候你不能够中心温度太靠近 我们需要要的最终温度 不然的话它会继续的上升 现在煎了4分钟了 我会把火关得even更小 根本没有还比较厚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继续在煎太高温的话 表会开始烧焦 现在这已经是颜色已经十分深了 这个时候你甚至可以先把火全部关掉 让这个生铁锅的余温继续的加热它 我们现在要5分钟左右 两片牛排鲜了5分钟了 我已经火完全关掉了 5分钟之后火完全关掉 继续再煎 我们看小块的中心现在在几度 小块的中心现在中心到28度30度 我们差不多到40度左右我们就会取出 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 你从稍微煎牛排的话 它中心温度在静置的时候会上升到10度或10度以上 所以你不能够等到中心温度到50度你才把它取出 所以你侧面再煎一下 然后你到时候你侧面都不够 这样太慢了稍微 刚刚有个小事情就是说我们侧面其实还没有在真正煎上吃 我就把它火关掉 所以我现在昨天把火又打开 我们把侧面现在只是再煎侧面 侧面也煎得上色度再更强一点 因为我们有缝过 所以说你这样子放着它也不会塌掉 基本上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方块 就是四面这样就可以 二约二十秒左右 这是我的经验 好 我再关掉 现在时间差不多七分钟 好 我们总共煎了七分钟了 我觉得像这一块已经差不多好了 我们看看中心温度现在几度 好中心温度已经到43度 现在已经马上要拿出来了 小块的七分钟十五秒已经达到了 好 好 冰块的中心温度现在到32度 我们可以再间隔两分钟 好 正面 放下太焦了 好 这个时候如果说 像七分钟啊 我们用全程用铸铁锅煎的话 表面很容易就已经过焦了 所以说我们平常都会是高温中高温 所以我们平常都会是中火 只会在前面的差不多两分钟左右 剩下就是用小火 甚至像今天 最后两三分钟 我们是熄火的状态 慢慢把它焖成 好 来 现在八分钟 八分半钟左右 好 中心温度现在到40度 也是一样取出 然后一样是盖上铝箔纸 我们要进这个 十分钟左右 想看非力牛排配什么好吃 来看我们的压干松露奶油